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有多少人最近失望过 请举手 同样数量的手 所以你们总是很失望 赞美上帝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 当他们正在成长的时候 失望对灵魂是有益处的 当你失望时你会怎么办 这真的是不可避免的 迟早你会对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感到失望 这是迟早的事 事实上请转向你旁边的人 告诉你旁边的人 有一天你会让我失望 告诉你灵舍 事实上你应该告诉你灵舍 我迟早会让你失望 这就是现实 我们有各种期望 对婚姻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事业 你的生意 你的爱情 生活 这是一种期望 但是你的现实可能与期望不符 结果就是失望 今天下午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伟人的生平 这个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失望 但他是如何应对失望的 我喜欢人物传记 尤其是圣经人物 你会注意到圣经中的人物 在我们的这个非凡系列中 我们一直在讨论 上帝会使用平凡的人 实际上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人 但你会注意到 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但重点不是他们 重点在于上帝 他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什么 今天下午你们将学习上帝可以做什么 当你认为自己失败时 当你认为你使自己和他人失望时 当你甚至于对上帝感到失望时 你们中有多少人 请跟我诚实的讲 对上帝感到失望 请举手 你们有些人觉得举手很尴尬 所以如果你觉得举手很尴尬 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 当你对上帝感到失望时 你会怎么做呢 对某些人而言 他们对生活感到失望时 他们会做什么 我能不能告诉你们 大书人怎么做 他们做过 我们做过很多开导 很多时候 他们求助于饮酒 他们想麻痹 只要痛苦 对某些人而言 你去吸毒 对某些人而言 他们参与婚前性行为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已经决定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 我就会放弃我道德上的价值观 对有些人而言 他们停止参加礼拜 对有些人而言 他们停止参加小组 在他加路语中 你称之为Temple Temple是菲律宾的一个奇妙的词 但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美国用语 就是Temple 什么是Temple Temple就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自己退缩 很多人这样做 你在生梦气 明白这个词吗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 不可跟我生梦气哦 不要运怒 因为你们准备好从圣经中学习 这个特定的人物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要讨论摩西 每个人都说摩西 今天早上的话题很简单 每个人都读 把失望变成祝福 请注意失望可以变成祝福 如果你信靠上帝一个中心思想 把失望变成祝福 你怎么做 要信靠上帝 如果下周见到你 我问你 讲到的主题是什么 你告诉我什么 把失望变成祝福 你怎么做 要信靠上帝 OK 告诉你旁边的人 把失望变成祝福 你们有灵舍吗 你不喜欢你的灵舍吗 好 对你旁边的人微笑 看看你的灵舍 告诉他们 把失望变成祝福 要信靠上帝 OK 好 我的大纲很简单 我们将讨论摩西一生的三个阶段 摩西的一生可以简单的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摩西自以为了不起 他是王子 他住在王宫里 摩西一生的特点是世俗的教育 依靠自己 摩西是冲动的 这是摩西生命的第一部分 摩西生命的第二部分 他意识到 他是一个平常人 他逃跑了 他成为了一名逃犯 这记载在《诸埃及》第二十四章 在这段逃跑的过程中 你注意到了什么 这一段旷野的经历 孤独 默默无闻 反思 那是摩西 在旷野 从四十岁到八十岁 圣经告诉我们 在他八十岁时发生一些事情 他发现上帝可以将一个 啥也不是的人 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 上帝 可以非凡地使用一个人 这就是摩西所发现的 从《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生命纪结束 你们可以想象吗 我将在一次讲道中 讲述圣经五卷书中 讲到了摩西的一生 如果你们觉得我讲得太快了 没问题 你们去看我以前的视频 我以前讲的关于《出埃及记》的信息 还记得吗 我们讨论过《出埃及记》 你们回去更多地了解摩西 但与此同时 今天的内容可以为你们归结为 你们可以从摩西人生的不同方面学到什么 那我们要怎样描述 今天的讲道信息 主题是什么 你可以将失望变为祝福 通过什么 信靠上帝 你如何学会信靠上帝 你看看摩西一生的前四十年 我们会看第二个四十年 四十到八十岁 我们会看摩西一生的最后四十年 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 你们准备好向这个了不起的人学习了吗 好 让我们开始吧 圣经告诉我们 先让我给你们快速地讲一下背景吧 曾经有王朝的更替 犹太人从一度受到埃及人的欢迎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从历史上来说 发生了王朝的更替 有一群人接管了这个帝国 圣经告诉我们 埃及的新王不知道约瑟 他们不了解历史 因此新政权不喜欢犹太人 他们将犹太人视为威胁 因此他们推出了压迫性的法律 从此开始出现 种族灭绝 杀害婴儿 杀害儿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几千年前就开始有了 所以有了一项法令 规定所有出生的犹太人 如果他们是男性 他们都应该被扔进河里面 他们应该被杀死 这就是摩西出生时的背景 那个时候的背景 这位男孩出生时是危险的 圣经告诉我们 这对父母决定做一件不同的事情 所以他们试图保全摩西 你明白吗 所以这里有婴儿期的摩西 后来不能再藏 就取了一个葡草香 抹上石漆和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头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炉笛中 孩子的姐姐原样的粘着 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这幅画面了吗 现在摩西被放在一个篮子里 篮子抹上了石漆使他防水 他们正在观察这个篮子 将如何顺流而下 现在这是你需要学习的地方 当你对政府感到失望 当你对政策感到失望 当你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 就像这个家庭 你必须做什么 要信靠上帝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看看在背后发生的惊人的事情 每个人都读 正巧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巧 恰巧他看到了篮子 恰巧他打开了篮子 他看到了孩子 看哪 这男孩在哭 每个人都读 他就可怜他 你能否看到上帝是如何做工的 上帝对于时间的把握是奇妙的 告诉你的灵神 要信靠他 信靠上帝 上帝对于时间的把握是奇妙的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上帝在做工 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去在西伯来夫人中叫一个奶妈奶 为你奶着孩子 可以不可以 现在你们明白在菲律宾文化中 我们有鸭呀 我们有保姆 这没有什么新鲜的 法老的女儿说什么 法老的女儿说 可以 女孩就是叫谁 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母亲 成为了鸭呀 不仅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 为我奶他 我必给你公价 你能想象吗 照顾你自己的孩子 你得到报酬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上帝是不是在掌权 我告诉你们 他可能似乎没有在掌权 但如果你看摩西的生活 你会写到关于上帝的某些方面 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很伟大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好 看看这个故事 所发生的事情很糟糕 但即使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上帝仍然在掌权 请跟我说 上帝在掌权 所以当你感到失望时 该怎么办 要信靠上帝 再来一次 要信靠上帝 相信上帝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临到你的生活 可能很糟糕 要信靠上帝 在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什么 好 首先他被赋予了一个名字 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他给他起名叫摩西 为什么 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所以你们中有多人被称作摩西 举起你的手 摩西 我知道一两个 好吧 你最好学习 如何游泳 摩西从水中 这是一个附带评论 如果你们不笑 没关系 没问题 我们一起读这个 我们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 这就是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人的信 摩西 这是父母的信心 摩西生下了 被他的父母隐藏了三个月 因为他们看到 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 他们并不害怕国王的命令 是摩西的父母的信心帮助了他们 努力保全孩子的生命 摩西英的信 这一次是摩西的信心了 他长大了就不肯成为烦恼女儿之子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摩西长大之后 为什么决定不做王子 好 让我们找出原因 圣经告诉我们 罪可以是快乐的 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 但罪给你带来的只是暂时的快乐 摩西是智慧的 圣经告诉我们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目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摩西做出了艰难的选择 现在令我惊讶的是 是谁教导摩西认识上帝 谁教导摩西说 他的身份属于上帝的子民 而不是埃及人 是什么让摩西违背了 他那个时代的文化 答案是什么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醒来 请唤醒你旁边的人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觉得是什么 让摩西违背那种文化 与埃及人作对 并站在他自己的民族的这一边 回答是 父母 你们看 摩西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 母亲和父亲照顾摩西 尽管这段时间可能并不长 但父母的影响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他可以克服 世俗世界的教育 我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看看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当中 让我们一起读 摩西学了埃及人 一切的学问 那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 他说话 形式都有才能 摩西是作为王子 接受训练 约瑟夫告诉我们 这个人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摩西在他那个时代 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 但是当他更小的时候 是谁在教导他 回答是 父母 我想请父母们站起来 所有的父母们请站起来 所有的父母们站起来 父母们 我想提醒你们所有的人 你们在孩子生命中 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问题是 许多父母不知道 如何影响他们的孩子 你没有接受过训练 你不知道如何 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要小心 不要责怪学校 停止责怪社会 因为你需要为自己的孩子 承担你个人的责任 让我再说一遍 社会总是试图影响你的孩子 没有什么如果和但是 但保护你孩子的唯一方法 是父母必须承担那责任 你必须用心 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没有关系 你要怎样影响他们呢 如果你不在金钱上做出榜样 你要怎样影响你的孩子呢 因此重要的是 你要明白自己的责任 现在我们将举办 现在我们将举办研修班 教你如何成为有效的父母 这将将七月八月举办 同时你要开始思考 你今天如何影响你的孩子 明白了吗 你会告诉我彼得 我有个问题 我的孩子已经大了 好 让我告诉你 即使他们已经大了 也许你错过了那个机会 永远不要绝望 你知道为什么 改变永远不会太晚 因为你仍然有影响 不管你喜不喜欢 父母总说对他们的孩子 仍然有影响 是不是 但是不要放弃 OK 阿们 谢谢你们 请坐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大家读 他将到四十岁 心中起义去看望他的弟兄 以色列人 你们明白吗 到摩西快到四十岁 到摩西快到四十岁 显然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带给他的影响是有效的 他做了一个选择 请看他的选择 当他看到其中一个人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就护必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摩西做了某件事情 他的动机是好的 他想保护受压迫的人 只是有一个问题 你看 重熟是需要时间的 行上你的旨意是很棒的 有正确的动机是很棒的 但你可以有正确的动机 你可以真诚的想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但你可能在错误的时间 以错误的方式去做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摩西很冲动 他以为他可以做一些事情 你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上帝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 你们看到 对于摩西而言 他将拯救他的人民 所以摩西有正确的想法 这位母亲一定教过摩西 摩西你要帮助你的人民 但摩西令人痛苦的失败了 事实上 他感到很痛苦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 但摩西躲避法老 逃往米甸地居住 长话短说 摩西成为了逃犯 错误的选择 错误的行动 他开始逃亡 他开始感到孤独 要明白 要从最强大的军队 最强大的人 法老手下逃离 是不容易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 即使摩西在逃跑 他遇到了一群女人 他们是牧羊女 这些女人正受到其他一些男人的欺负 摩西是一名战士 他保护了这些女人 他们对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 他们邀请他到家里 而这位未来的岳父很聪明 嘿 这个人 他听起来很有教养 所以他邀请了摩西 你能做我的女婿吗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 娶我的女儿 所以长话短说 摩西决定和这个家庭同住 所以摩西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摩西成为了一个牧羊人 摩西牧羊他岳父米甸祭司 叶特罗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往旷野的西边去 到了上帝的山 就是河列山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能想象吗 摩西每天作为牧羊人的生活 是怎样的 你们有多少人 有过一点牧羊人的经验请举手 我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你们这些人是城市男孩 你们是一个特殊群体 你们住在宫殿里面 但你不知道成为牧羊人意味着什么 我想让你们想象 你早上醒来 你现在把羊里那牧场上去 你找草 你每天早上听到什么 那很不错 对吧 再来一次 是不是很不错 先想象你每天这样 打四十年 每天这样做 打四十年 四十年你只做这事 你看守羊群 你听到他们彼此交谈 打四十年 摩西在想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 摩西一定在想 我的未来已经完了 在我的余生中 这就是我要做的一切 牧羊 你看 从一个著名人物 一个王子 你曾经跟正要名流 各种甚密 现在你和各种甚密 我的朋友 我相信 正是 这段在旷野的日子 摩西在旷野中 他经历了寂寞 淹没无闻 朋友 我不知道什么事 正在你的生命中发生 但你们中的一些人 可能 正在经历 旷野 你的事业没有起色 你的爱情生活 平平淡淡 你的生活 波澜不惊 好像都停滞了 牧羊人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时候 你想要放弃 你觉得 不再有未来 我能否提出建议 就在这个时候 上帝会教你一些 关于人生的最伟大的课程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需要学习 静默的功课 孤独的功课 默默无闻的功课 有些人拒绝 经历 旷野 有些人拒绝经历 旷野 就在今天早上 有人告诉我 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 他告诉我 彼得 我正在教圣经 我总是站在台上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告诉过我 因着所发生的事情 他提醒我 停止教圣经一段时间 停止带领任何小组 要花时间 与主在一起 你看 我已经忘记了 我告诉过他这话 他说 正是这一段 旷野经历的时间里 我遇见了主 与主有了最伟大的亲密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 当你默默无闻 当没有人知道你 当你不再讲道 当你愿意成为一个 无足轻重的人 你开始发现 上帝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否满足 如果你不再被赋予任何事工 你没有任何工作职位 如果将这一切都拿走 并且你所拥有的 只是主 你会满足吗 你会快乐吗 这是为什么我告诉别人 在旷野经历当中 要珍惜 我记得我自己的经历 在多年以前 当我住院的时候 你知道 当你在病房的时候 你有沉默 你有孤独 你孤身一人 在这一刻 我可以清楚地听到 上帝告诉我要做什么 我相信上帝在对我们说话 但问题不在上帝这里 问题是我们太忙了 为什么 请看有什么事临到摩西 过了四十年 在西南山的旷野 有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到那异象 便觉稀奇 正近前观看的时候 有主的声音说 你明白吗 上帝通过燃烧的惊奇 引起了摩西的注意 我相信如果燃烧的惊奇 是当摩西在王宫里发生时 摩西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燃烧的惊奇 你看上帝想对我们说话 但问题不在上帝那里 问题在我们这里 我们太忙了 有时你不是在忙于做错误的事情 你太忙于做正确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旷野 并不总是一个坏主意 上帝是不是一直试图跟你说话 你知道如果你住在王宫里 一切燃烧的惊奇 都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如果你如此的忙着 做你自己的事情 上帝以多种方式对我们说话 我们有很多的经历 如果你看历史 在约瑟的案例中 约瑟是如何对 上帝是如何对约瑟说话的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约瑟在监狱里面 约瑟在梦中 神对约瑟说话 神是如何对大卫说话的 大卫是一个牧养人 但上帝如何对大卫说话的呢 他会使用哪单 上帝使用人 上帝使用环境 他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 来对我们说话 问题是你在听吗 问题是这样的 上帝总在说话 你在听吗 这是一个挑战 你在倾听吗 你是否相信上帝会用失望 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想是的 所以当你失望的时候 你必须做什么 信靠上帝 把失望变成祝福 如果你在旷野当中 要信靠上帝 要聆听 学习倾听 因为上帝想要跟你接触 令人惊奇的是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所发生的事情 耶和华 在燃造的荆棘中 说话 摩西让我们一起读 每个人一起读 摩西说 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要看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摩西 摩西 如果你是摩西 你会不会吓一跳 然后主说 上帝说 摩西摩西 摩西说 我在这里 然后他说 每个人都读 这是上帝告诉摩西的内容 不要进前来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上帝 上帝正在告诉摩西 第一百零一课 你如何接近上帝 他是圣洁的 摩西亲自遇见了永生神 上帝告诉摩西什么 上帝告诉摩西什么 上帝说 大家请读 我是你列祖的上帝 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摩西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耶和华 LORD全部大写说 主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 所发的哀声 我也看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上帝希望摩西意识到 他是良善的 他是慈爱的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告诉摩西 我知道他们所受的困苦 请跟我说 我知道他们所受的困苦 我的观点是什么 当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就完全错了 上帝告诉摩西 我知道我的子民 我知道他们正在受苦 如果你是摩西 什么会进入你的脑海 要记得上帝告诉摩西 我确实看到他们所受的苦难 我看到了 我知道 然后摩西一定非常高兴 因为上帝说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令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 流奶与蜜之地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 关于上帝你们可以学到什么 上帝知道我们的苦难 他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 上帝说 我要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 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你们查考出埃及记 这是一本旧书之书 如果你还记得 出埃及记是一幅上帝如何对待我们的图画 这是一幅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画卷 在我们来到基督面前之前 我们是如何受罪的束缚 受世界的束缚 就像以色列人 他们被埃及人所奴役 他们无法脱身 他们需要一个奇迹 上帝创造了一个惊人的奇迹 上帝不得不进行干预 才能带他们离开埃及 这就是上帝告诉摩西的 我想下来 我想拯救我的子民 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你是摩西 你会感到兴奋吗 哇 四十年前 那是我四十年前的计划 但我以为他永远不会实现 你知道有时候 你的意向 你的梦想 会消失 你是否有一些梦想 已经放弃 是不是 你很失望 你放弃了 好 欢迎来到这个俱乐部 这会临到每个人 但上帝要教导我们 上帝告诉摩西 摩西 我要下来 摩西非常兴奋 但是下一句话 你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个问题 上帝说 我要下来 摩西肯定会说 哈利路亚 然后上帝说 所以 我会打发你 抱歉 你说你会下来的 上帝说 我来了 上帝说 我来了 我要打发你 关于上帝 你能学到什么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 你能学到什么 我告诉大家 当上帝想做某事时 他通过他的子民来做 当你请求上帝做某事 上帝说 好的 上帝会使用谁 你 他会使用人 摩西正在学习 你会拯救这些人 对吧 上帝说 对了 你 你去做 如果你是摩西 你会怎么做 我告诉大家 摩西给了上帝五个借口 这太神奇了 上帝的道路 上帝想要做某事 但他会通过他的子民来做这事 上帝对摩西 摩西对上帝说 老板老板主啊 我是谁 我是谁啊 主 你看 摩西被破碎了 破碎的经历 是需要时间的 因为摩西曾经自以为了不起 还记得吗 上帝怎样才能使用某个人 过去几周 我们一直在讨论破碎 摩西正在经历破碎 有人被破碎 你会注意到 他停止以靠自己 他开始意识到 我做不到 破碎的人是谦卑的人 他们意识到 他们无法做到 破碎的人是依赖的人 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 自给自足的人没有被破碎 他们认为他们是人类的答案 不 破碎 主啊 你是答案 不是我是摩西 摩西说 主啊 我是谁 当然上帝知道 上帝知道你是谁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知道 但上帝的回答 请每个人都读 我必与你同在 你知道破碎 你开始意识到 上帝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 请注意摩西 摩西给了上帝五个借口 第一个借口 我是谁 第二个借口 他叫什么名字 如果人们问我 你是谁 我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第三个借口 他们不相信我 或不听我的话 我该怎么办 你们看到了吗 这些都是合理的借口 主要你想要我去吗 我会去 但如果他们不相信我怎么办 这些是合理的借口吗 肯定的 第四个借口 我从来都没有口才 我是着口奔舌的 现在不要责怪摩西 圣经说 他的言语大有能力 为什么过了四十年后 他说我着口奔舌呢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你尝试跟羊群讲话 达四十年 最终你会开始意识到 我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摩西失去了自信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当你失去自信时 你知道世界会告诉你 不 不 你必须有自信 让我告诉你 在基督徒的世界里 你必须对上帝有信心 而不是相信自己 阿们 对上帝有信心 而不是自信 上帝正在将摩西 带到这个地步 真正的祝福将会来到 借着你的失望和失败 你被驱使归向主 现在他最后一个借口 是不可接受的 圣经告诉我们 看看他最后的借口 主啊 你 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主啊 你打发谁去都行 但不要打发我 这一次上帝生气了 当摩西给出各种借口时 上帝唯一一次生气 是当他不顺服时 赞美上帝 上帝没有放弃摩西 我来总结一下 上帝对摩西的各种借口的回应 你知道上帝是怎么回应这些借口的 上帝说 我就是胆 甚至当摩西说 我不会讲话 上帝说 谁造了嘴 谁使人耳聋 谁使人目盲 是谁造了你的口 你看上帝在告诉摩西 摩西 我将成为你的口 摩西 我要教你当说的话 摩西 你的能力不够吗 没问题 我会和你同在 赞美上帝 他是我们的充足 阿们 所以听我说 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 当你失望时 你必须做什么 信靠上帝 你怎么信靠上帝 请看上帝对时间的把握 他对时间的掌握真是奇妙 40年 又过了40年之后 到这个时候摩西多大了 让我们读一下 摩西亚伦这样行 每个人都读 摩西 80岁 当上帝呼召摩西 摩西回应了 那时他多大 80岁 今天你们有多人 已经80岁了 请举手 80岁 今天上午有人80岁了 我向那位女士致敬 你们中有多人 已经80岁了 哇 这是一群年轻的慧众 你们中有多人 接近80岁 已经60岁或者70岁 你能站起来吗 60岁70岁以上的人 我想请你们站起来 你们就承认吧 站起来吧 60到70岁 请站起来 我的天哪 吉姆 你已经60岁了 OK 现在听我说 根据研究 一个人一生中 最富有成效的年龄 你能猜到吗 是60岁 是60岁到80岁 根据研究 世界上最大公司的顶级的CEO 平均年龄 平均年龄超过60岁 诺贝尔奖 获得者平均年龄 超过60岁 教皇的平均年龄 超过70岁 所以我的朋友 你们仍然有希望 OK 我的朋友 不要退休 最好的年份 尚未来到 阿们 所以赞美上帝 我想鼓励你们 不要考虑退休 请坐 摩西在多少岁时 开始 侍奉上帝 80岁 所以如果你们在想 你们已经太老了 不能侍奉上帝了 我想让你意识到 摩西在他80岁的时候 才开始侍奉上帝 你们看 当他 当你信靠上帝时 失望 会变成一种祝福 上帝在告诉摩西 摩西你相信我 我会使用你 圣经告诉我们 摩西和亚伦 顺服耶和华 他们去见法老 让我问你们 法老是不是容易打交道 我告诉你们 摩西和亚伦 去见法老 他们告诉法老 法老王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在旷野向我守前 你们看 摩西和亚伦 顺服了主耶和华 法老 让 犹太人走吧 让他们去吧 法老说了什么 当然 你们想走吗 你们当然可以走了 法老是这样说的吗 不是 法老说了什么 请注意法老所说的话 每个人都读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 叫我听他的话 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今天在这礼堂里面 你们中有像法老的人 就在这礼堂里面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像法老一样 你不顺服主 并且 你不顺服主的原因 是你不认识他 这就是法老 你是你自己的老板 法老说 我不认识主 耶和华是谁 我既然要听他的话 你们看 女生们 先生们 你的行为表露无一 那么你无法欺骗上帝 上帝知道 他是否是你生命的主 我看到你的心 但上帝看得到 这就是我所关心的 在我们中间有法老 你必须谦卑你自己 并意识到 我以为我是个基督徒 其实我不是基督徒 我以为我是耶稣的跟随着 但你有的只是宗教 法老非常虔诚 法老崇拜许多的神 但法老所没有的是 他不认识真神 所以法老只是说 我绝不会 遵从耶和华 为什么 我不认识他 所以女士们 先生们 当人们不遵从上帝的话语 当人们不服从上帝时 你必须更加深入 有可能他们有宗教 但他们没有耶稣 但他们没有耶稣 上帝知道 这任务会很难 这是为什么上帝 想要使用某个人 一个完全向他降服的人 摩西在前四十年里面 很棒 但他不可用 摩西没有放弃他自己的野心 他的生命 他的风格 摩西不堪使用 就是上帝想要使用他 又花了四十年 这样摩西才被破碎 这样摩西才完全降服 现在摩西八十岁了 他已经准备好听从上帝了 请看发生了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使用了摩西 首先遇见法老 上帝告诉摩西 你会行神迹 很多的神迹 来说服法老 把水变成血 青蛙来到地上 狮子到处都是 苍蝇真是神奇 当上帝告诉摩西 你告诉法老 这些苍蝇会困扰你 你们知道 苍蝇充满了埃及的土地 只有以色列人所在的 割山地除外 真是奇妙 苍蝇 服从上帝 上帝是不是在掌权 真是奇妙 埃及人的所有牲畜都死了 但是上帝保护了以色列人的牲畜 真是奇妙 窗踩 你们知道窗让人很痛苦的 但以色列人身上没有 薄灾 我的天啊 冰雹 杀死人 杀死牲畜 但是没有落在以色列人的地图上 蝗虫到处都是 黑暗 笼罩 遍地 只有割山地 除外 这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们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让我问你们 你们能信上帝吗 大声点 你能信靠上帝吗 上帝伟大吗 上帝有大能吗 请看 投生的 所有投生的都必须死 你们知道 这太神奇了 上帝告诉摩西 法老会很固执 他不会让人走 直到最后一场瘟疫 最后一场瘟疫是什么 所有投生的都会死 我能否请所有投生的人都站起来吗 所有投生的人请站起来 你们都有一个投生的 理论上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投生的 现在如果 你的家庭中有两个投生的 我很惊讶 好 所有投生的人请听我讲 据耶和华说 他告诉摩西 去告诉每个人 所有投生的 有什么事 会临到你 你会死 所有投生的 除非 你想被保全生命吗 投生的人 我现在想让你们想象 你们在那里面 宣布 来了 所有投生的都会死 我认为他们不会笑 我觉得他们会很害怕 对吧 你想保全生命吗 这是解决方案 你想知道解决方案吗 我想强调这个特定的神器 你知道为什么 我想向你们显明 信任上帝意味着信任他的道路 你可能不明白 但你要信靠他 所有投生的 请读 这是解决方案 所有投生的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众长老来 你们要按照家口 取出羊羔 把这愉悦节的羊羔宰了 你们必须宰愉悦节的羊羔 出来的解释说 愉悦节的羊羔必须没有瑕疵 请阅读下一节 拿一把牛西草 占盆里的血 打在门楣上 和左右的门框上 你们谁也不可 出自己的房门 直到早晨 这只是是什么 在杀羊羔 将血放入盆中 并使用牛西草 牛西草是一种植物 将其占入血中 你用这血干什么 打在你房子外面的门柱上 打在门柱上 然后上帝给出了一条应许 大家读 耶和华要寻刑击杀埃及人 当他看到门楣 和门柱上的血的时候 耶和华就会 就必越过那门 所以宇悦节这个词 来自这个历史事件 当死亡天使来到埃及时 当他看到这血时 他会越过去 请注意这应许 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 击杀你们 这里你们要守着 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 永远的定力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直到今天犹太人一直在实行 很多年前我在纽约市 受到犹太律师的招待 律师带我到他家 我们经历了逾越节的仪式 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何保全这些投生之人的生命 答案是 醒过来 你的答案是什么 当你将血打在门框上 这些埃及人死了 不是因为他们是埃及人 以色列人获拯救 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 他们获拯救不是因为他们富有 他们获拯救不是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获拯救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 他们获拯救仅仅因为一个原因 血 当我看到血时 我会逾越过去 女士们 先生们 几百年后 两千年前 在逾越节期间 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在逾越节期间 当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寻找一只羊羔 用来宰杀 耶稣选择了逾越节这个日子 告诉人们 我是上帝的羔羊 你们的罪被赦免了 因为我会流我的血 换句话说 魔鬼的权势因流血而被打破 那是因着耶稣 没有其他的救恩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 摩西被上帝使用去传福音 你们明白吗 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因这些而得蒙拯救 犹太人因为这些而得以自由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请坐 现在你能学到什么 功课是这样的 上帝使用摩西来行这些 惊人的神迹 但你注意到什么 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不是摩西的能力 而是耶和华的能力 不是摩西的方法 不是摩西的智慧 一切都是源于上帝 但上帝想要使用人 上帝想要使用你 问题是你可用吗 你不可用 直到你学会被破碎 破碎的途径很多时候是通过失望 当你开始意识到 我对自己的方式感到厌恶和厌倦时 我讨厌厌烦做出我自己的选择 我向主降服 这就是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事情 摩西意识到他什么都不是 你们能想象所有这些神迹吗 女士们先生们 摩西永远不会知道上帝能够做什么 如果他不服从他 你永远不会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中 通过你的生命能够做什么 除非你顺服他 你将不会经历上帝在你的生命中 通过你的生命所行出的大能 你不会经历神迹在你的生命中 通过你的生命作为一条规则 直到你学会信靠上帝并且顺服 信靠上帝意味着什么 顺服 听我说如果你一直告诉我 你信靠上帝 你相信上帝 但是你不顺服 那你在告诉我什么呢 你有宗教信仰 但你并不真的信靠上帝 信靠意味着顺服 请注意上帝使用摩西写下实践 上帝使用摩西写下圣经的五本书 立起 丈母 这些都是奇妙的故事 我建议你们回去看以前的视频 并听那些讲道 但请注意当我们快要结束时 我想问你们摩西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为了什么而祷告 摩西为什么祷告 你们刚刚祷告了吗 你有没有默默的祷告 好 只有一个人在祷告 好 赞美上帝 现在听我说 你为了什么而祷告 你知道你所祷告的事项 向我显露了你真正的愿望是什么 你真正祈求什么 会告诉你什么的优先事项 是什么 我能否告诉你摩西为了什么而祷告 你会惊讶 摩西祈祷的重点 摩西如此祈祷 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 每个人读 求你将你的道 指示我 为了什么目的 是我可以认识你 摩西的祈祷 我想认识你 我想 讨你的喜悦 摩西想要上帝超过其他一切 请注意 继续读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你们看 摩西祈祷 主啊 我最大的愿望是 我想要你 主啊 你若不和我们同去 就不要带我们离开这里 摩西祈祷 我想要你 我想要认识你 我想要你的同在 女士们 先生们 很多年前 上帝给了我同样的愿望 当我们多年前开始CCF的时候 我说 主啊 如果你不与CCF同在 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 我就不会当CCF的牧师 我就不会领导CCF 你知道为什么 我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上的同在 阿们 这一直 是我的祈祷 我说 主啊 如果你不再与CCF同在 我就不在这里了 你知道我祈祷什么 就是愿上帝 与你们同在 上帝与你们家人同在 上帝临在在你的事业中 上帝临在你的工作中 上帝临在你的事业中 问题 你所做的事情中 有上帝的同在吗 你会注意到 你不会看到摩西的祷告 一直到他80岁 那时摩西发现 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事情 是上帝 朋友 如果你有上帝 你就拥有一切 如果你没有上帝 你就什么都没有 看看摩西的祈祷 摩西之后 还有一个祷告请求 我能告诉你们 他的祈祷请求吗 他真的想要上帝 摩西说 我祈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 我也要行 但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给我看 现在有多人 像那样祈祷 主啊 我想要认识你 求你向我显出 你的荣耀 朋友们 你对上帝的渴望是 有你渴望 花多少时间 和他在一起 来衡量的 你的祷告生活 我的祷告生活 是一个温度计 他向我写明了 我们对主的渴慕程度 我的祈祷是CCF 我们所有人 都真的渴慕上帝 我们想要他 阿们 你想将失望 变成祝福吗 你必须做什么 信靠上帝 信靠上帝是什么意思 你要顺服他 信靠上帝是什么意思 你渴慕他的同在 你必须想要他 你怎么能信靠上帝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人 如果你不相信他 如果你不爱他 你不想要他 摩西的最后考验 是他最后的一个请求 你们知道摩西最后的祈祷 请求是什么吗 他想去到应许之地 主啊 我祈祷 求你容我过去 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 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你们知道 摩西恳求上帝 主啊 帮助我 我想进入应许之地 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如此奇妙 但因为会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不应允我 对我说 罢了 你不要向我祈祷 再提这事 你且上到皮斯加山顶去 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 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 上帝不允许摩西 进入应许之地 现在如果你是摩西 你的感受如何 你想象一下 120年之久 那一直是你的目标 带百姓进到应许之地 在20年之后 上帝说 对不起 你不会进入应许之地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从此地讲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失望 你看我的朋友 你对失望的处理能力 跟你与上帝的亲密程度 从中比 如果你与上帝关系亲密 你可以处理失望 你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说 主啊 那是我的梦想 那是我的希望 但如果你不把它给我 没关系 为什么 我相信你 摩西发生什么事 你们想知道 他发生什么事吗 上帝告诉摩西 你却要嘱咐约书 要勉励他 使他胆壮 因为他逼在这百姓前面过去 使他们承受 你所要观看之地 换句话说 摩西 你不会得到荣誉 你不会得到那种荣耀 那将会是他们的 你的门徒约书一样 现在如果你是摩西 你会说什么 主啊 主啊 你在搞什么 你会不会大发脾气 你会不会生上帝的气 说主啊 这不公平 我把我的整个一生 一百二十年都给你了 但是你拒绝让我带领百姓 进入应许之地 摩西没有这样做 摩西是忠心的 圣经告诉我们 摩西服从了耶和华 摩西召了约书亚来 并告诉他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 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 应许所斥之地 摩西鼓励约书亚 你当刚强壮胆 看看摩西告诉耶稣亚的话 摩西说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惊慌 摩西发现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上帝的同在 上帝呼召摩西 去告诉约书亚 约书亚前进吧 上帝会与你同在 他不会让你失败 摩西有没有鼓励约书亚 有 一个真正的领袖 会有继任者 一个没有继任者的领袖 不是成功的领袖 摩西是成功的 你知道为什么 摩西学到了主啊 重要的是 你想做的事 而不是 我想做的事 那就是破碎 摩西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有多人说是 有多人说否 有多人说 摩西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请举进你的手 举高点 哇 很多人 你们有多人说 摩西进入了应许之地 请举手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 摩西 进入了应许之地 你们知道吗 我不是在编造 好 好 让我跟你们分享 这对我来说 非常感人 我每年都带人去尼泊山 每年我们都去这个地方 摩西从尼泊山平原 上到皮什加山顶 到耶利哥对面 耶和华让他看到所有的土地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启示应许之地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这是我们所拍的照片 我们在尼泊山拍的照片 上帝向摩西展示了所有的土地 但是摩西你只能看 不能进入 圣经告诉我们 摩西死时120岁 他的眼睛没有昏花 他的眼睛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换句话说 就体力而言 摩西仍然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摩西仍然可以领导这百姓 但上帝说 不 我对你有其他的计划 以后 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 像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摩西与上帝亲密 摩西认识上帝 他降服了 但摩西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有 让我告诉你们 让我告诉你们各位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 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大家请读 看哪 摩西和伊利亚出现了 出现了 摩西在哪里出现了 摩西在哪里出现了 在应许之地 摩西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是的 但不是在他的时间 而是在上帝的时间 你们知道这首歌吗 在他的时间 在他的时间 我们以后再唱 我的朋友 不是我们所有的渴望 不是我们所有的渴望 不是我们所有的梦想 不是我们所有的野心 都会在轻松实现的 很多时候 你的希望和梦想 会发生 但是你并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对我们很多人而言 上帝应许给你一些东西 不要绝望 在他的时间 在上帝的时间 摩西进入了应许之地 你呢 我的朋友 当你对上帝感到失望时 你必须做什么 信靠他 让我们祈祷 如果上帝对你说话了 你们终于有一些人 从未真正遇见过主 你并不真正认识主 你不能信靠他 但你说 彼得 我意识到上帝爱我 他值得信赖 他对时间掌控很奇妙 他无所不能 我想要信靠他 我想认识他 如果这是你的愿望 我想为你祈祷 如果你想像摩西那样 真正的与上帝相遇 请你举起你的手 我会为你祈祷 举高点 赞美上帝 举高一点 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因为上帝希望你遇见他 唯一的问题是 也许你太忙了 你没有时间给他 所以我想为你祈祷 当你的手举起来 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把手举高点 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主耶稣 我想认识你 我来到你面前 被破碎而谦卑 主耶稣 帮助我认识你 我邀请你 主耶稣作为我的主宰和救主 求你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主 帮助我遵从你 帮助我信靠你 在天上的父神 我为这群举手的男人和女人祈祷 你知道他们的心 我为他们祈祷 愿他们以最奇妙的方式遇见你 请你们安静地站起来 你们中的那些举手的人 现在请站起来 我想为你们做一个特别的祈祷 你们中做了这个祷告的人 请在原地站起来 请站起来 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交托你们生命 如果你现在想交托你的生命 上帝正在对你说话 你可不可以也站起来 如果你想交托你的生命 但你还没有交托你的生命 你还没有交托你的失望 你也可以站起来 我也会为你祈祷 还有别人吗 不要抗拒上帝 当上帝对你说话 不要抗拒他 只要站起来说 睡得主啊 我在这里还有别人吗 你知道为什么 这是你的时刻 这是你的荆棘燃烧时刻 上帝对你说话 还有别人吗 赞美上帝 我知道在这个时刻 当你可能在上帝面前沉默 当你独自一人时 在静默无声当中 上帝是非常真实的 还有别人吗 我想让你们交托你们的失望 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他 赞美上帝 在天上的父神 我为这群男人和女人感谢你 他们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愿望 意愿 将这些生命和未来交给你 我想为他们祈祷 为那些祈祷接受你的人 为那些祈祷降服的人 不管他们的选择和决定是什么 求你尊荣他们 引导他们 最重要的是主耶稣 求你使你自己如此真实 以至于我们的失望 可以变成祝福 我们的希望和梦想 今天可能不会实现 但是主啊 我们不会放弃希望 我们继续信靠你 可能是现在 也可能是未来 但是主啊 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在永恒中 我们的希望和梦想都会成真 我们祈祷都是奉耶稣之名 阿们 阿们 我们要支撑和梦想都会成真 我们要支撑和梦想都会成真 我们要支撑和梦想都会成真